我们看二细体 它的质量2公斤的千块 速度是10公尺每秒 撞击净值3公斤的千块 然后黏在一起 那千块的比的是0.0的 问说这个千块最后温度上升多少 假设没有热量闪失 撞完以后它内动能就没了 内动能变成热能 内动能是2分之1 V12平方 变成热能 除以4.2焦 这什么是 M1加M2 这单位公斤 所以要把它变成克 10的3 MS 乘以上升的温度 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μ 等于是 M1加M2 所以这得到什么 得到t 是等于 2加3 2加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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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.1 那这样乘起来多少呢 乘起来就是0.1 所以这乘起来是1% 10的平方 再乘以4.2再乘以4.2 这个 2加3 2加3 2乘3 这是5分之6 这1.2 乘以1.2 那这个就是上升的温度 我们看上升的温度 我们看上升的温度 这个可以约掉 那这样子变成 622 0.2 622 我们把它上下除以0.6 6742 然后这个2 又可以约掉 所以是7分之1 所以温度上升多少 温度上升是 1除以7 0点 7得7 30 7是28 20 7 724 60 75 35 7 7 8 56 所以大概是0.13 大概是0.13 0.14 0.14 0.143 0.143度C 大概是0.143度C 大概是0.143度C 1 1 1 2 2 1 2